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把纸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山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放工之后去做gym 或有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达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股米之年 有见面,Sharon,大家好 情人节快乐,应该要说一声 对啊,今天是情人节 年初是年十四快乐 年十四,十四 好像是十四 情人节怎样过? 我上班,跟观众见面 接着呢? 接着呢? 接着没了 都没得出街 那去看看美股今晚 竟然是这样 你呢?你怎样过? 没有,跟我的儿子过去 还有老婆过去 都是家庭的 现在疫情都非常严重 大家都小心身体 多一点在家里 是好事 那你今晚可能煮牛泡 你是不是? 我也是 不是心型的牛泡 OK的了 好,说回上星期先 上星期三大指数的走势 标普就跌了1.8% 大指就跌了2.2% 道指就跌了1% 那就是三大指数都是跌的 基本上整体都是跌的 是啊,没错 另外呢就 看到那个通胀指数 一月的时候已经跌到7.5% CPI 是的 那是不是又会再 周紧那个货币政策呢? CPI是上星期四出的 上星期四出的 那出完之后 那市是低开了 跟着呢 就突然间 就低开之后 那些股呢 其实是 升上来的 曾经倒升过 你看到标普倒升过 其实是看这支 这支竹 这支竹是曾经倒升过 你自己看过高 跟着 杜子那些 都 我说没有倒升过的 我不是有倒升过 跟收市价比 有倒升过的 那好像有 好像没什么 但是呢 当踏入12点打后 因为看到通胀那么厉害 跟着呢 开始呢 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委员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委员 就是那些委员 就 就支持呢 又要再 英派些那些言论 跟着又可能 就是现在的市场都估计 你看到呢 那的10年债息呢 其实都 都升到2厘了 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实都预期呢 那個息率會加得快一些 現在就在猜中 今年有機會加七次 七次多 原本是四次 然後變成七次 所以其實那個7.5%是挺嚇人的 還有那7.5%其中 可能之前仍然覺得是因為 可能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那些供應鏈有少許斷 令到供應不足 所以令到物價削成 但不論是人工那邊 住宿那邊 租金都升得厲害 所以變成通脹的晚售 如果說真的 大家看看過去這麼久以來 其實聯儲加息周期 其實不需要加息很害怕 因為其實看為什麼會加息 其實之前都是因為經濟好才要加息 其實現在美國的經濟都OK 基本上你都當過了疫情 經濟都OK 但是今次因為其實是 之前一直以來經歷過很長時間的貨幣寬鬆 然後亦都令到很多的資產格格升得很厲害 現在今次加息會不會令到 首先第一件事是科技股 可能其實有很多 其實是最增長的那些 其實是可能還未賺到錢 靠他去貨幣寬鬆 去增加市場 然後就開始 如果你加息的話 其實他的價值又要高一點 所以變相好像今次 市場會有一點擔心 會不會是硬著錄 所以令到市場差 當然除了看回星期五7.5%的CPI 令到可能星期四 CPI大家害怕而令到市場跌下來 又或者害怕聯儲局的貨幣政策 是會再進一步收緊之外 其實在未出CPI之前 其實市場開始跌 都不是說得很久 都不是說近期的事 都說了一段時間 就算指數繼續升 其他股也在跌 所以消息還消息 要看回大趨勢 其實正如之前所說 其實在未出這些數據之前 市場開始有些不健康的跡象 指數繼續升 但是那些越來越少股票創新高 越來越多股票創新低 其實市場都很一般 再加上 開始 出現一些不健康的現象 然後市場再調轉向下 其實要小心 是否之前一路很長的牛市 是有些少 會結束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小心 還有 看回星期五很多股票的表現 星期五 不是星期四 星期四 即是美國時間的早上 當剛剛升上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升什麼呢 升之前跌得 即最近跌得殘的那些 例如可能是 我見NVIDIA那些都升的 即NVIDIA都曾經 星期四衝過上去 上來這裏 跟著AMD那些 或者是再殘疊的 那些什麼 Vivian那些 那些星期四 就叫做得好一點 但是 前排出好業績那些 例如Apple 或者其實 應該是最強的那些 其實星期四升的時候 其實又好像沒什麼 都是升不起的 所以見到這個跡象 其實都是跌 彈一些殘的那些 但是你說 跟著去到 12點打後 開始跌下來了 跟著其實其他股都開始下跌 跟著整體整個 道指的星期四跌五百 星期五又跌五百 其實都差地 還有剛才所說 彈上來 有剛才什麼NVIDIA AMD那些 一跌下來 就是AMD 首先星期四那下都倒跌 星期五 跟著又跌十個百 其實 那些股票都蠻壞的 所以 其實整體很差 我想大家 這一刻不要太過 心急去找東西買 這個是真的 我記得我們之前看過的一個 AFRM 它都跌了進來 AFRM AFRM 那隻 記不記得做什麼 就是 Buy Now Pay Later 現在很流行 其實都不太明白 跟那些Quack機梨卡有什麼分別 好像有點相似 那些客戶可以在網店買完的東西 跟著就可能分三期 分五期 很少錢去做 那些前排這一陣子 好像很旺 但跟著要轉差 其實都不斷差 所以大家不要純粹聽過概念 就看到我什麼都衝進去 還有你就算覺得它那時候幾好都好 跌穿位都要止蝕 跟著就一直跌 跟著 禮拜四那一刻 曾經升過好像19% 那是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不知是CEO還是什麼 只是那間公司自己的Twitter 就提早出了業績出來 跟著就炒了炒了 好像很好 但是 跟著 知道錯了 跟著 到真的出業績的時候 就發現 看回詳細的數 又好像不是真的這麼吸引 然後再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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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allies 又升9%看過電線 倒轉轉轉轉轉20幾% 跟著星期五再下跌 這樣子又會悼成 也可以說 就是其實 近期的業績 你好的 看看Google 出完破頂 就回回 衰的 那些 上次說的Meta 那些 又跌20% 有沒有彈 先看看 Facebook 都未彈得起 別人開高又跌了 開低又不見他彈 一跌便跌20% 所以看到業績 很難猜 業績好還是不好 但見到市對業績股的反應 跌得多些 升又不是那麼多 大家都是要小心 今個星期 NVIDIA 就出業績 不知的 所以之前 都覺得他好 但股市不對的時候 就不要亂拼 今個星期三出業績 不要太過 心急 你又想去 拼業績 你看到整體整個市 是不OK的 所以大家 不要勉強去找 去搏 都是 忍一下手先 過了經過一段 將來 經過無論調整也好 或者跌浪也好 到時才慢慢再找 買的都不遲 現在大家不要太過心急 我要撈帶撈帶 千萬不要這樣做 忍一下手先 對 忍一下手先 好 今節時間差不多 下次回答大家問題 Hello Hello 歡迎回到第二節 微股米斯連 觀眾問答環節 多不多問題 多啊 我發覺的問題都挺三年後 三年後 即是那些 不是那些號碼 那些Ticker 那些Ticker 那些Ticker都三年後 好像沒有什麼 之前都見過 即是不是平時 大家問開 可能大家平時問開的 都跌了下來 知道我實話 不叫買 接著我見到 一些新的Ticker 可能就是大家 其實有些圖都OK 但是呢 為何會突然出了這麼多 其實我懷疑大家 就是 那些都沒得買了 接著我又找回一些 漂亮些去找戲買 其實就是大家 即是 無論什麼市房 都總會有些股票 其實是OK的 就算是 你遇到一些大跌浪 有時候 你可能 遇到一些大跌浪 但是其實可能 都會找到一些 升的股票 但是要留意一下 如果是 市是真是 差的時候 你去找股票 賺錢的機會 贏面大 高還是小 小 小一點的 反而是 你如果是市是很好的時候 你買股票 你如果再找到好的股票 那你贏面又高很多 所以 不要只是 無論什麼時候都要 勉強去找些東西去買 你要看整個市貨 什麼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 跌市 你又要找股票 買 升市又要找股票 升市當然賺 但是跌市 可能買完轉的東西又跌下去 那 其實 就很浪費大家的購買力 我覺得 大家就不要太過心急 去 去找東西買 當然 按那隻股票 我們要回答那隻股票 但是 大家要記住 也要看整個倉位 什麼情況 是不是 供的時候 你不要轉頭 明明市在跌 然後我又 插滿了100%的倉 雖然可能 你之前那些 走了 我現在買的 全部都還在一頂 漂亮那些 但是 要留意整個倉的 風險 不要在跌市的時候 仍然是 很努力去找股票去買 我們看看觀眾 選了什麼股 我第一位問 DDOG DataDog 這隻就應該在下面 不是上去 OK 我還以為 這樣比想像中好 想著之前 200多元 跌到100元 都完 想不到 近期又彈上來 OK 那叫做 是不是應該 我看看 這邊 可能是否近期出業績 OK 這個出Earnings 這個上來 那叫做 業績之前 又彈上來 差不多 上去 其實 又好像是不錯的 我沒有詳細看 那份業績 那你升得 應該的 市場反應都是好的 那 那 要留意 那看一下 未來的 出完業績 之後的 反應是 什麼情況 例如 好像Google 開高之後 然後回回 那 究竟 出完業績之後 是繼續有能力 咬上去 還是 轉過頭 又跌下來 連 這個 裂口也補了 那要小心 如果 沒有回回回去 但是 未回回去 沒回回去 但破這幾天的高位 其實是可以想一下 那 大家也一樣 如果 硬找東西買 其實應該要看自己的倉位 什麼情況 如果 我覺得 現在也未必是適合去 去 工時候 所以 大家 留意 如果真是純粹講這隻股票 真是有能力破上去的時候 就用這幾天的低位作為指示 就試一下 下一位Grin Grin 這是運輸公司 Shipping近期都算是這樣的 不過這期已經開始錯了 現在 當然 曾經星期五衝過上去破頂 然後轉過頭去下回 因為整個市場都不斷下跌 但是 如果要買 其實指示位都要去到13.5 其實都相當遠 所以這隻股票 一來這期你會見到越來越滑 但是 由指示位到遠 其實我覺得現在不是太適宜 衝進去買 對 你十三個幾 相差幾成 我覺得遠了一些 那你有貨 那你有貨 看看 有貨 有貨 其實都 我都是 十三個半作為指示 所以 所以 你看看自己在哪些位置持有貨 如果很之前持有貨 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近期其實 其實 近期 其實 我想去問的 其實都應該沒有拿著 都是 現在問可不可以買 見到店舖 想買 我覺得不要買 下一位 DVN 什麼 DVN DVN 是的 是一些開彩石油的公司 哦 近期石油都保持著升 一來可能局勢 局勢都緊張 還有 你之前就是因為 大家太過專注去新能源那裏 變了 過去那段時間 其實是 越來越少 是 那些人去 就是 去 擺多些 就是 投資 去一些 挖油 那些設施 那裏 就變成油價 就之前曾經是 跌到很低 然後就慢慢 因為這個 supply的問題 然後又 又升上來 所以暫時能源 都 都繼續是 升的 那 能源股 自然上升 但是 你說 現在 去買的話 看看 30 那個指少位 四十二個八毫七 那 大概都 三成左右 那我覺得又 又好像 又 有點怨 那 那 油價也升了一段時間 以長線的角度來說 大家知道接下來的大趨勢 都是向新能源進發 油價只不過是因為供應問題而升上去 如果看長線的角度是否可以維持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所以自己對買石油股普通通 大家自己考慮一下 但我現在給指示位42.87元就有少少遠了 下一位問REGN 生物科技公司 REGN 然後又升上來 但其實之前在2020年頭 又下過去 然後又咬回去 其實都幾滑下 然後又低開過 純體圖呢 當然你說它是近期好過市的 但是其實拉回之前再長一點 其實有時候有時候有比較難坐的 所以其實比較難坐的 那自己也沒有興趣去買這些股票 還有是比較小的股票 那自己也沒有興趣去買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買的 那我給指示位592元 那不是說很遠的 那你嚴手指去嘗試一下 但我覺得又無謂無謂硬找東西去買的 下一位問DE 有兩位觀眾都問 DE DE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美股不自然就說了 那跟著就有段靚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就反覆覆了 那叫做近期又上回來 而見到一些 即現在大家看到 即特別香港 菜價這麼貴 大家看回 真的好貴 我不知道 真的好貴 好貴 好貴 又看回其實農產品 是接下來 都大家會看著的東西 那還有 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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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聽開 其實就是 農業相關的 那些生產 即那些機械 的公司 那 其實可以留意 是的 但是 我自己就會 即如果你真的很想試 其實你可以試一下 試 應該可以定363元 作為指示位 你可能試一下 看看 買不買得上去 即是 不跌穿指示 就繼續坐著 那 但是我自己 我對市況 就有些 隱憂的話 其實我少做少坐 所以 看你 大家 想怎樣 還有看自己的倉位 我自己就 然後 盡量 就是 暫時就不想 用股票買著 其實 忍受 是的 答多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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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KRVN KRVN VN 是ETF 這個 是 探排放的 那些 買那些 即是 那些 你 有些國家 然後 他就 很多探排放 然後 買其他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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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TF 基本上 就是 大家要 穩度 穩度 過去的 那些年都都升得OK 現在人們開始用油 其實很多國家有碳排荒 特別是內地的碳排荒 還是很厲害 所以按照這個trend 都還可以去 可以想一下 用指示位48.62就試一下 都OK 但想不到大家去看碳排荒的ETF 但過去的年多兩年的確是OK的 留意一下 定指示位48.62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